永夜即将来临 不能再困求荣了 你又做什么 这位老人乃是西陵神殿 最为光明的大神官 困在幽阁十五年 为光明眼眸深陷 眼神里却是透着漠然空洞的气息 早已修至五镜之巅的老人手臂清灰 一抹圣洁的神灰 透过山壁落在老人身上 提开 提开 咱用大脚 是长教天字设置的镜石 没有人可以从这里移开 明明这死他活着 此时老人身上散发着 无比纯净的光明神灰 伴随着几声悠悠的叹息走向柵篮 枯搞的手掌触到栏杆 幽阁间的静置瞬间启动 整座陶山都在地洞山摇 片刻之间 幽阁的静置开始翩翩的碎裂 眼前的柵篮立即碎裂成鸡粉 老人成了西陵历史上 第一个能够走出幽阁的人 原来是宁缺在无意间 背着带有冥王气息的大黑伞 来到了朱雀大街 激怒唐国沉睡千年的朱雀复活 同时也让远在千里之外 幽阁中的魏光明感知道 所以就在朱雀复活之后 西陵的杀手无名首先出发唐国 之后便是光明大神官魏光明 破除了幽阁去往唐国 从此宁缺也被扣上了 冥王之子的头衔 成为了带来永夜的载体 从而引得各门各派的天下行走来追杀 然而宁缺在重伤残喘之下 躲在了书院的旧书楼 刚好遇到了陈皮皮 经过皮皮的一番检查之后 结果惊奇地发现 殊不知这道阴寒之气 正是来自那把神秘的大黑伞 就在宁缺被朱雀从高空抛下 体内的气海雪山五脏六腑 全部都被震碎时 朱雀也落下要对他进行捕刀 就在危机的关头 大黑伞自动地挡在了宁缺跟前 朱雀面对大黑伞散发出的气息 畏惧地只能飞回天街回归沉寂 就在宁缺重伤昏迷之时 大黑伞向他的体内注入了一道阴寒之力 恰好他身上的伤口 也受到朱雀烈火的炙烤愈合 所以宁缺才没有当场死掉 但是他体内的气海雪山 刚刚重铸并不稳定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风险 皮皮在这时 又拿出珍藏多年的西灵神药 通天丸给宁缺服下 然而当猪犬 大黑伞通天丸 这三样世间最神奇的物识 同时连番在宁缺身上发生奇遇时 命运多舛的宁缺已经逆天改命 体内堵塞的气海雪山 也终于成功通敲 宁缺刚刚能够修行 又迎来了书院的不可知之地 书院二层楼的开启招收海雪 书院二层楼今日开启 只有一人能够通过 考核的方法很简单 实际绕山而转 谁能最先到达山顶 拿到大先生 预先记在大树上 另一半水漂的人 谁就能登上二层楼 成为夫子 第十三位清传弟子 世书有阴必有妖 看似极其简单的考核规则 来自天下各国的青年才俊修行者 纷纷争先恐后地涌入山道去抢水条 最为备受瞩目的人 乃是来自西陵的燕国皇子龙庆 此人的修为早已到达洞悬巅峰 而事先进入山道的天下才子 各个如赴千斤重担般艰难登山时 唯有即将迈入之命的龙庆皇子鲁履平地 在天下各国的青年才俊面前 龙庆就像一只在天空翱翔的苍蝇 在俯瞰着地面上的蚂蚁 很显然就是那个最先到达山顶的人 等待此刻已久的宁缺 却是最后的一个登山者 不料宁缺刚入山道 就是四先生范玉布置的幻境 脚下腾 就当龙庆皇子还有宁缺等人 被脚下腾扎得呲牙咧嘴 忍着剧痛挺过之后 紧接着又是五八先生出来开始作妖